阿弥陀佛佛扎主 一切菩萨 修行无业 是其正义 往生到极乐世界 无业不是 无业约明 是以能见成素佛国 所以他有能力 像诸佛如来一样 变法皆虚空间 一切诸佛察徒 他统统都能见到 明昭正三 昭谦 明里头有志 智慧 召见众生 十次生彼 这是讲六大轮回 死了之后 他又生了 这个意思很深 修佛的人 必定要知道 要肯定 这说什么 说人没有死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一般人怕死 这个观念是最大的错误 是迷惑到极处 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是有生死 人都是不死 生死 是身体 身不是我 这个要知道 灵性 是我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 就是把我向上提神 不要将我往下堕落 造作不善 死了之后就变出生了 就变恶鬼了 这就错了 血身受身 我没有死 明白这个道理了 对生死就看开了 就看破了 生死看破了 对这个生之死 你就看得很正常 你一点也不恐怖 你会生到好地方 那为什么呢 你不经不布 头脑清醒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不迷惑 如果迷惑颠倒 很容易走错路 眼睛看花了 墨鬼里头看成天空 你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上当了 很多假象 幻象 在中阴身时候发现 所以自己有定功 有主意 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一切想念当中 念佛最好 念佛的人到基罗世界 念佛的人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这无比的殊胜 经上说的这个好处 到极乐世界你全得到 所以这是明照众生 这个众生是讲的 是法界 变法界 虚空界里头 一切众生 你通通都明照 你对他们的状况 完全了解 寄生 礼物 这是菩萨做的事情 寄是救济 救济这些众生 利益万物 无包括 寄是法界 极乐世界的菩萨 有能力像佛一样 救济众生 利益万物 常作佛斯 他们做这些事情 没中断的